好 比如說我現在遙控這邊的這一台電腦 222978423 所以我就把這邊222978423 還密碼都長了 這怎麼動我一樣 開始 我廣播了啦 那個是我的畫面 2229950137968 2229950137968 222995013 然後密碼是7968 7968 好 這個就是我旁邊老師的畫面 所以你這個可以把它先縮上去 縮旁邊一點 好 這樣就整個畫面可以操縱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相當於你在它的電腦前面 所以你可以開啟任何的軟體 開啟任何的軟體 一樣都可以操作 正常的操作 然後 開任何軟體 甚至改它的設定什麼都可以 就像你真的在前面 就像你真的在前面 那所以 這邊有一些選項 那如果說 你跟它要換邊 換它控制 你就要按這個 夥伴換邊 那你就會換成被它控制 那你也可以把它從 就是進入那個工作管理員模式 甚至可以關機鎖定它的電腦 然後 有一個地方 就是 如果說你的網路品質很差很慢 那這個畫面就會很鈍喔 那你就要在這個地方 頂直這裡把它改成最佳速度 那它的畫面就會比較醜 顏色比較差或者是解析度比較差 但是那個速度就會比較提升一點 提升一點 所以這個地方是連線的時候 你可能會要考慮的事情 好 然後呢 再來你要不要聽到它的聲音 它電腦裡面的音效 你是可以聽得到的 也可以看到它裡面的視訊 這個都可以 然後最重要的地方 如果你要傳檔案 在這裡 把它點一下 按檔案傳輸 好 你就會看到兩台電腦 這個是你自己的電腦 這個是對方的電腦 就這一台電腦 所以我要把東西丟給它 好 比如說好 我第一次點機 我傳個影片給它好了 好 這個東西我要把它丟進來 那丟進來我要選好地方 好 比如說要丟到它的桌面 好 那我就把它選到按傳送 這樣就過去了 好 這樣就過去了 所以你看它的桌面 應該會有這個影片 有沒有 就有這個影片 你可以直接打開來看 有沒有 好 連聲音都聽得到 好 聲音都會進到你的電腦系統裡面 好 好 那同樣的 你可不可以抓它的檔案 可以 好 比如說我它的檔案裡面 好 我要去低疊 我看低疊是空 好 好 我把它刪掉 把這個檔案刪掉 好 三組 它那個檔案就會不見了 然後我把它是什麼 到鄉成果展的照片 抓到我的 抓到我的低疊 好 我就一樣選它按接收 它就傳過來 好 在我的低的影片資料夾 所以我去拍我的低的影片資料夾 就會看到剛剛那一張照片 這裡 好 好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互傳檔案 那因為它是點對點 就是這一台直接網路對到那一台 所以它傳檔案的速度 會比你用其他的方式快 所以它可以傳很大的檔案 傳很大的檔案 你就整個影片傳過去給它 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是檔案傳輸的部分 很好用 大檔案傳輸我都會用它 那其他的各位就 比較少用到 我們就自己看著辦 所以像 我們那個王冠老師 很多老師電腦 或者很多家長啊 朋友的電腦都會有問題 那如果很遠我懶得去 我都叫他先裝TVer 好 先裝TVer 然後順便啊 他如果是奧客 常常需要維護 我就直接在這裡 把他的那個密碼 把它設定好 我就直接把它密碼 把它密碼設定好 然後呢 在一般性的選項這邊 這個要打勾 好 剛剛那個勾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電腦一啟動 TVer自動會執行 所以就相當於背景執行就對了 然後剛剛設定的這個密碼 就會是永久密碼 就會是永久密碼 所以不管它這個每次啟動怎麼變 我都用我那個密碼去遙控它 好 這樣各位了解 好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就可以搞定 你要斷掉連線 就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斷掉 你要記得他的ID 對 你要記得他的ID 對 你要記得他的ID 這個ID 這個ID呢 如果你用過 他這裡會記得 就是你下次要連線的時候 你點這個小三角形 他會出現 但是你不知道可能 那個號碼 你不知道是誰 那如果你要記得是誰的話 你去註冊 註冊之後 註冊之後登錄 他有你的帳號登錄 他可以把這個改名字 改成比如說中文的 邱文森的電腦 孫東芝的電腦 誰的電腦 然後你以後在這邊 你就直接選那個中文的 就可以直接遙控 如果他有開機 電腦是開著的 我就可以直接遙控 所以這個是非常方便的 非常方便的 所以當然沒問題 就是你辦公室 你要出遠人的時候 辦公室的電腦 給他裝一下 ID要開起來 密碼要設定好 那以後任何人打電話 他可以回來處理事情 你說不由 我是什麼人 對不對 我什麼 我還給你 我發那個機票 我發那個車票回來處理 不用 你這樣可以幫我開機就好 開完機之後 你就在這邊遙控 處理好之後 直接列印 那就從辦公室印出來 你就叫阿兵哥 然後拿給誰拿給誰 寄出去就好 就這樣搞定 所以 不在辦公室 是真的可以辦公室 就是用這個東西 那 那個同樣 如果你要用手機 各位手機也有喔 你到那個Google Play 就是你的那個Play商店 Play商店 Play商店也有 好 然後它也是真的可以遙控 你就把它裝起來 把他裝起來 這兩個 應該都可以的 好 把它裝起來之後 我來試一下 各位看一下 好 那我换到刚刚那个画面 好 我先把它断线 好 这个是我这台电脑 我这台电脑现在是 是这个吧 好 那所以我的手机的画面 我就不偷给各位看了 好 那直接到连线 然后一样把那个ID打进去 222978 423 好 那按远端控制 我的网络连线 好 等一下我的无线网络 好 它是跨网段的喔 所以如果你用4G的也可以 我用吃WiFi也可以 好 我用4G的好了 我用3G的 没有4G的 我很穷 好 好 然后开始连线了喔 好 一样它会输入 让你输入密码 然后 好 按确定 好 现在OK了 好 各位 现在 这个画面喔 有看到我的手在动吗 有 一样喔 一样可以 那 在我的那个画面上 其实就是那个 螢幕画面的缩小板 好 缩小板 那你就是 它上面会有一个滑鼠 那滑鼠是相对位置的喔 好 所以我现在手不管放在哪里 那我动多少 那个滑鼠就会跟着动多少 所以它不是不灵敏 它不是触碰不准 因为它是用相对位置的喔 好 所以我比如说我要开那个 百度 我一样停两下 好 一样就可以开 怎么样 好 所以就跟你PC 对PC是一样的喔 好 一样 所以手机一样可以遥控 一样可以遥控你的电脑 好 平板当然也可以 只要有网路 所以这个时代很可怕喔 有网路什么都起 好